董事长 我是第一个听到你讲说 晶片本身就是一个产品 晶片的战争 晶片会变成新一个时代的战略物资 它的重要性比石油还严重 我当时听到你讲的还真的假的 没有想到2022年 我们走过了这一年 整个世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没有想到 整个武林泰山北斗的英特尔三星 这个少林武当这么惨 这个非常令人意外的一个事情 现在尤其是英特尔 因为英特尔这个本身 它是等于说做晶片的这个翘楚 它是领导 它是全世界的领导品牌 它走到今天为止的话 变成二流公司 变成二流公司 对啊 它有三个主要竞争者 英特尔变成三个强大竞争者 第一个台积电 第一个Arm 第三个AMD AMD在去年的业绩成长 收入成长了6% 那英特尔的收入减少 百分之二十 二十的钱不见了 然后现在目前英特尔的现金 库存现金 它的cash flow 自由现金 是买拉齿 是买拉齿四十亿美金 所以不要谈什么 它钱不够了 它是借钱 那些缺口 难怪它本来要去德国设厂 不能设了 然后它的 它现在原来基辛格的薪资 一年的薪资是多少钱 你知道吗 它的薪资现在是两千六百三十万美金 两千六百三十万美金 里面它的本薪都被扣掉了一百二十五万 他大部分的薪资是属于股权的奖励的选择 那没了 这个不可能有了嘛 那是很惨啊 然后它营收 营收现在2022的第四季的营收 跟去年的同期比较 就是2021的同期比较 这样是40% 那这公司怎么玩 所以这公司整个来讲的话 也没有钱也没有人 所以要裁员 它现在在加州的两个工厂 它裁了多少人你知道 在加州它裁了五百个人 在美国加州裁五百个高科技人才 这非常恐怖的事情 这是美国半导体的希望嘛 全部通通都是坏消息 这个公司大概 这个公司在恢复过来的可能性 就非常的压力非常的大 而且我刚刚提到 它被三家公司夹杀 是 台积电 奥 这个跟AMD 跟AMD嘛 所以它完全失去它的领导地位 那这个公司它后面的路就非常的艰辛 那当然它里面还有一个机会点 就是因为美国的国会有资源 有国会拨款 还有拨款它几十亿美金 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啊 问题是你现在没有扩张的能力 跟研发的能力的话 技术不是顶尖的了 现在问题是技术不是领先 你技术一旦不能领先的话 你不是一个唯一的领先公司的话 你就很难在这个里面市场有 以前很有面子的 所有电脑外面要贴一个 Intel Inside 现在这个光辉从此不在 而且还有很多新的公司 你看像苹果这种公司 它直接就进入 它自己的IC的设计了 所以它自主性都非常非常强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Intel的市场率 当然是一步一步的向下滑落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认为Intel将来要恢复 往日熊风的可能性 大概非常困难 董事长你说 这真的是大事了 这真的是大大事了 为什么 今天出来开记者会 你看看 开了这个警方新闻发布会的 这样是什么 是江西省的公安厅 如果说一个丧饶事 就要动到江西省的公安厅 出来开记者会 那就是不得了了 所以这个事情 你就可以看出来北京的态度 北京态度很清楚 它就是放任了 媒体继续闹 媒体继续吵这个事情 对 就是你现在江西干的事情 你自己给我收拾善后 北京公安部不处理 对 这个事情还没有到北京来处理的程度 应该这样讲 所以就已经一个 那么小的一个案件 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人的一条性命 对 一个年轻人死亡的一个治安事件 搞到了江西省的公安厅 这种省级单位负责人来开记者会 这很大很大的 很大 然后告诉你说 他告诉你那个是自杀生亡 对 他这样给你干啊 那你怎么办呢 拿什么皮条 然后校长骂人 怎么样 你不能用台湾的视角 来看大陆的问题 对 他这样弄完 这事情就结束了 就压掉了 不是 他没有压掉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不然你要怎样你告诉我 你要怎样 你要跟我讲吗 不然你要怎样 不然你要怎样 不然你要怎么办嘛 但是很简单嘛 我讲我的嘛 你听你的嘛 过两天就不准讲 不就没事了吗 所以真的就像 现在网传说这个光头老师 对着他的妈妈讲说 我已经给你两百万 你不签我 现在给你机会 你签也得签 不签我什么 你什么都拿不到 从此以后你寸步难行 出租给你穿小鞋 都是这种风格 就简单粗暴嘛 他的共产党在治国的原则 就是要维稳嘛 维稳就要相信党的话 配合要跟着党走嘛 党叫你往哪里走 就往哪里走嘛 对不对 你说这死一个人 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这是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中国的制度 你要理解 大家都要不要用台湾的视角 看他的问题 他就死了一个人而已嘛 那你要炒什么炒呢 给你炒一个礼拜了 够不够了 够了 明天不准炒就没事 总统长 美国未来就对付中国 对付俄罗斯 本来叫ASML说 你不是只有 这个棋子外光机 不可以卖给中国 连生子外光机都不可以卖 荷兰很生气 觉得你根本对我们霸凌 最后他妥协了 另外就是德国 德国鲍尔坦克 本来你到其他国家里面 只要送到乌克兰 要我同意 可是我不想同意 不想得对俄罗斯 可是后来也点头了 你当时就做判断说 这一定是跟未来的自驾车有关 电动车有关 这一定跟晶片有关 果然今天金融时报 就特别提到 美国晶片厂居然要在德国 建立一个半导体工厂 也就是美国现在也用半导体当武器 要把欧洲整个纳进来了 他现在这个在德国建立的半导体工厂 是很特殊 它是车用半导体 它这个是属于这个第三代的半导体 是碳化系 材料不太一样 这个是属于在这个做 等于讲简单的 它就是一个电 等于高压电转低压 所以它是用高压电的状况 之下所使用的半导体 这个技术来讲 就可以耐高压电 不是说一个大电流来 我就当掉了 不是 烧掉 烧掉就变压器嘛 他讲这变压器 那变压器 我们以前一个大变压器 现在现在又有个半导体嘛 那这个东西在车用半导体上 目前全世界做最好的 这是德国 那现在美国的公司 跑到德国去设厂干什么呢 因为这个公司我没有听过 因为我知道 英飞林是全世界第一名 对 然后有几家 就是讲简单点 这一类的半导体 在全球做最好 第一名是德国 为什么 因为德国的车辆 全世界最好 那第二名是哪里呢 日本 为什么 日本 Toyota做最好 他说这怎么会跑来 日本的美国金贴厂 他跑到德国去 一看 是什么 大量补贴 他里面 德国补贴他 德国还补贴他 欧盟补贴经费 投资新建补贴经费 所以为了要拿 德国政府的补贴 他跑到德国去设厂 大家都在干这个事情 而且这 等于说是给最好的 第三代最好的碳化系 对 然后这个事情 所以你看到没有 全世界第一个在搞国家补贴 是哪一个国家 中国 中国先干 中国干完 现在美国干 美国 欧洲干 欧洲大在一起干 所以现在全世界在抢这些投资 抢这些技术的 确定到他自己的国家来投资的 基本条件很简单 就是国家出钱补贴 补贴完了 都干什么呢 产品在补贴 他要控制世界的第一名的市场 所以他就干了这个事情 我要最好的晶片 然后这个我告诉你 更离谱的是 他的德国总理本身 要去给他剪彩开工 多重视他 所以这是个成功案例 这个不简单 他把美国的半导体工厂 给你搞到德国来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一个先 一个讯号 那我请问你 我们台积电会不会去 你知道吗 这里面是有意思的嘛 所以他不是说 哪一个国家的条件好 你有水 你有电 台湾还在缺水缺电 人家是拿着德国 拿着欧元来 拜托你来 我给你钱 就我买你的工厂 然后我这边投资 搞这玩意 有一次跟你拼20年 现在全世界 大家在用国家的力量 全部是跟共产党一样 你拼我 我拼你 杀戮战场 拿国家的钱来拼经济 董事长 刚刚正好提到的是 第一个 你的教育部的宿愿 怎么会在1月19号做完 然后你在2月2号来公布 然后另外就是 你今天用的字 用的字眼 这么样的纵 甚至去直接批轰说 你林志坚的基础能力不足 现在我觉得最尴尬的 应该是蔡总统 因为这个林志坚 这个人的出现 在九合一的整个过程当中的 始作俑者 应该是蔡总统 对 因为蔡英文总统 没收了所有的初选之后 他清点了桃园 由林志坚出站 对 所以林志坚是他的长期的爱将 包括长期的罗用预算 去做棒球场 对 然后去做车站 要五毛给一块 对 给了一堆钱 然后呢 听说在这个 我看联合报的这个 这个社论里面有批评过 说林志坚花了这个 4亿还是7亿的行销费用 来包装他的形象 变成一个阳光蓝孩 对 变成一个非常清新的形象 然后领导了这个 新竹 伟大的新竹前行 是一个成功的一个 施政的一个典范 结果现在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抄袭 然后抄袭还有更严重 对 抄袭还无所谓 他现在这个基础能力不足 不是抄袭问题 这个基础能力不足 就是这个 这个草包 你说我抄袭还要花时间 左一页右一页 左一页右一页 我就算他复制贴帐 我还要做一点动作 他连复制贴帐都可能没有了 他就是基础能力不足 就是这个事情跟你没关系 就是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就是一个 你这个是一个 你这个是个不法所得嘛 不法所得 当然是不法所得 这个很清楚的不法所得 所以把整个搏得死死了嘛 可林志坚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不重要 所以问题不是在林志坚 是在蔡英文要如何面对 这个问题 因为当时蔡英文 挺林志坚挑战台大 对 他直接挑战台湾最高学府 他把台湾的第一名 最高学府 在全世界的排名 婴儿降级降了好几名 可是刚才讲的 甚至中华大学 那不是台大 而且像刚才讲 现在很多的侧翼 还是继续的攻击台大 还有吗 千古其冤 还有吗 还有 我觉得没有了 不可能 如果说今天继续攻击的话 那是民进党对侧翼的管制能力 太差太差太差 因为这件事情是最 民进党的最头痛的一个大破口 真的吗 这个破口 十分简单 这个如果可以给我骂一年的话 民进党2024不要选 现在还有人专门针对台大 提出了三点四点五点的质疑 还有讲说这是小虾米对大军鱼 还说这个是千古其冤 还是继续打台大 是没有错 可是今天同样的问题来了 你可以继续打民进党教育部 那你这一片一样就干这个活 干这个活最后结果怎样呢 这个就是 这就是斯大夫之无耻 为之国耻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 然后那林志坚现在如今安在 不在了 他能够当部长吗 他能还是台湾的典范吗 对不对 那当时的柯建民 对林志坚这个挺到什么程度 对 还有把林志坚的这个价值 把新竹的光荣 他们家的百年还是千年 我又忘记了 百年在新竹的光辉的历史 他的新竹店 新竹队的所代表的价值观 跟新竹店 对新竹市的责任感 对不对 所以这个简直是 民进党最大的一个耻辱 因为这个耻辱的代表了 民进党整批人 一批人不讲是非 指路为马 这才是可怕的背后的这个整个 所代表的民进党的堕落的程度 那另外一个是 我如果你不懂林志坚 我不懂林志坚 包括柯建民 柯建民虽然说 他是他政治上的老师 你对于学问可能也不懂 但有一个人应该要懂 陈明东应该懂 我不懂合理嘛 对不对 陈明东一天到晚 要跟他这个传mail 要跟你告诉他怎么做 我总是要问你嘛 那陈明东怎么护到这种程度呢 我是问一个 保佳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现在判断 我的个人判断 我的推断 我推断林志坚 从头到尾这个论文都是他的助理 他请的其他别人帮他代考代写 再上课 有什么严重吗 跟他无关 我认为整个事情就是个骗局 这我的假设 你这个假设 你认为有没有几分可能性 这很简单 因为刚才讲 你是基础能力不足 基础能力不足 你不只是抄袭 你怎么把论文给弄出来 你连刚刚正好讲的解释过这个基础能力不足的几个六个字的定义是什么 是你使用的软体的名称你都不知道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现在这个书跟你没有读过 跟你没关系 那这个事情陈明东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陈明东教了一百多个学生 我跟你讲恐怖在哪里 恐怖在哪里 通通基础能力不足 真假的 你看那个郑文燦多有头脑 第一时间放弃 马上投降 他马上投降 他搞下来说郑文燦 行政院副院长的论文抄袭 基础能力不足 那郑文燦怎么办 完了 我现在虽然不完也差不多快完了 因为这个东西传染病 这个林志坚的这个论文的 这个抄袭基础能力不足的 这个已经经过中华民国教育部 有认定的这个结果 就跟着林志坚 跟与其他的师兄弟们 一百多个陈明通的学生 跟到他们要进棺材 你看到潘梦安 我觉得郑文燦不太一样 台湾是一个世代夫观念非常强的 你好歹可以考到台大电机系 我一辈子我妈我翻身 我都考不到台大电机系 我觉得这个可以解释 可是大家不爽是说 林志坚从头到尾 就是鬼混瞎混 鬼混瞎混 你还可以有人停地 这个还没关系 他一个鬼混瞎混可以 我刚刚讲基础能力不足 你可见得陈明通的手下的 学生里面的冤案 是不是都是类似 基础能力不足 这才是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还是回到民进党 今天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 是今年2024台大应该 国民党应该台大继续追下去 追下去有 所以找到非常多的 民进党这些大咖门 通通都面临到这个基础能力不足的检验 这才是国家的大笑话 长长 你说 接下来全世界最大的大喜 还有俄乌能不能收场 这个世界上 请示看 习近平会不会去莫斯科 他去莫斯科 他要跟普丁谈什么 那也就是他未来跟普丁 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 协议内容等等 我们都现在很难推断 因为这个战场本身是变化作断的 真正的和平协议是战场上来 到一个战场上决定 对 对不对 对 好 那我现在问你 习近平到莫斯科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国际政治的外交动作 对不对 很大吗 非常大吗 我只是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他去完莫斯科 会不会去访问乌克兰 他还去乌克兰 不会听 没有这个 没有听到这个消息 对 那我反过来问你 欧洲的主要领袖 去完乌克兰之后 都是不是去过莫斯科 两边跑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包括欧欧 北约的将领等等 都两边跑嘛 那代表什么 在涡旋两边的和平的可能性嘛 对 那他 换言之讲 大家在平衡这个整个事件 希望往这个良善的方向去发展 那你习近平如果只到莫斯科去 代表什么意思 挺莫斯科 对啊 我都挺俄罗斯 我挺孤独嘛 我选边站啊 这个选边站你的动作大不大 大 当然很大 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二大接地体 现在最大的一个武器有可能的输出国 我有可能能够扭转 俄乌的战争的情的 这个态势的一个重要国家 对啊 结果我现在只到莫斯科来访问 访问普提 这什么意思啊 你挺都嘛 不是刚好就符合了过去这个 北京的说法嘛 不是吗 秦刚当时讲了一句话嘛 就是这个中俄关系 无上限 无上限嘛 对不对 就是unlimited的 他就跟你搞这个玩意儿 那这个时间去帮 等于是帮普丁加油天才火 对 那怎么会是不是大事情呢 那这换言之讲 你在跟他搞这个 这个爆二坦克 对 你搞M1坦克 我人来挺他 我挺兄弟 对 这个是两边别瞄头啊 那哪里是好意呢 你他现在 那俄乌就不是没完没了了吗 你至于看很简单 我讲个 这不是用猜的 我没有讲具体的事情 这两天的央视的基调是怎么谈的 对有关美国在俄乌战场上的角色 他怎么批评 只做勇者 对啊 他说你在增加了这个整个 两边的这个俄乌之间的紧张形势嘛 就是你美 你这个美国人在制造这个战争的这个 这个充足的高度 这个烈度嘛 是不是这个概念 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 他简单啊 他先骂你老美嘛 对不对 他骂你老美就是你不公平嘛 你在那边挺 乌克兰 那我是挺俄罗斯 莫斯科 其实挺俄罗斯 就是道理嘛 对不对 他这个骂人的后面有性的行动 跟着是跟进嘛 他就跟你讲 那你这边你是老大嘛 我在这个这边 所谓的这些所谓的 这个非民主自由国家的 这个整个的王国里面 习近平是被当老大了 他一要 变成这个 一下跳到这个领导的地位 对 那这个地位他怎么不要呢 他二十大领袖 二十大国内已经摆平了 可是你就跟美国没完没了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